哈囉我是居然 歡迎收看這一餐煮什麼 耶 很久沒有拍啦 因為最近在忙拍婚紗 所以最近比較忙一點 那我今天要煮的是羅宋湯 那為什麼會煮羅宋湯呢 因為彥廷他非常愛喝羅宋湯 然後他跟我敲碗超多次了 那我最近也看了非常多人的做法 每個人做法都不同 所以我來看一下我的羅宋湯 他會不會喜歡 OK來看一下食材吧 其他食材有 馬鈴薯 西洋芹 紅蘿蔔 牛肋條 番茄 洋蔥 番茄醬 雞高湯 好我們油鍋熱了之後 我們下我們的牛肋條 牛肋條先給他下去 給他煎一下炒過一下 火不用開太大 那我們牛肋條下去之後 我們加我們的 海鹽 好然後再灑一點我們的黑胡椒 這邊可以把一些牛肋肉的 多餘的油脂滴出來 吃起來就不會有那麼油膩的感覺 好我們牛肉上色 那我們就可以關火 好那我們牛肉這邊先完成 我們先來用 我們蔬菜的部分 好那我們剛才炒完牛肉的油 還有一點 那我們再加一點油下去 洋蔥先下 把我們洋蔥給他炒香 洋蔥下去之後那個香氣就上來了 好我們洋蔥炒了差不多之後 紅蘿蔔跟西洋芹都可以先下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是給他翻炒 蘿蔥湯的精華就是在番茄 還有紅蘿蔔跟牛肋條 最常看到 對還有一個西洋芹 非常常看到蘿蔥湯裡面都會放西洋芹 好我們炒炒過之後 我們的馬鈴薯可以下來了 馬鈴薯也是一樣跟他一起翻炒 今天的料會非常的多 我們這邊就是把我們的蔬菜 先給他炒香就好了 就大家給他翻炒過一遍就好了 不用炒太久 好那我們現在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番茄 番茄給他最後下 這顏色多麼漂亮 真紅 淺紅跟白色還有綠色 好那我們蔬菜都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點調味 我們這邊可以加一點 我們的 玫瑰鹽 好我們的黑胡椒 好這邊我還會放一點我的 義大利香料 把它拌炒 有沒有 那義大利香料的味道出來 我們那個番茄差不多軟了 我們現在可以移到別的鍋子了 好那我們現在換到我的湯鍋這邊來 我們先把我們的蔬菜給他倒進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牛肉 也加進來 今天晚上好奢侈 OK的 就加我們的七高湯 把我們的食材淹過去 那你也可以加一點水 如果你怕太鹹的話就加一點水 像我的話我會這邊先加一碗的水 那這邊加一碗水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開始給他燉 好那我這時候我會先放我的番茄醬 我會讓他湯的顏色會比較好看 那我們就給他把它攪拌攪拌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給他蓋鍋 給他燉煮 請我們的彥婷試喝看看 你有加胡椒嗎 有 前面都有加過胡椒 黑胡椒粒 盪一口看看 吹喔很燙 好棒喔 怎麼樣 味道怎麼樣 是我想要的味道 好那我現在來嘗一下我牛肉的暖嫩度 來 我嘗 好你嘗 好棒喔 挑一個都是肉的 看一下要不要再軟一點喔 是不是有點嚼勁 對 因為牛肉條要滷久一點 它才會比較軟 那才滷久一點 OK好 耶 我們的羅宋湯完成啦 我們現在就成本 OK試吃時間 來吧 試吃一下我做的羅宋湯 很好吃 我現在喝一下 我剛剛喝的味道我覺得OK 完全OK 完全OK 這味道可以 就是那種 有印象中的羅宋湯的味道 嗯 而且也要濃 番茄濃 我喜歡 因為我剛剛第一次喝 它滾的時候我第一次喝 它那是 湯是酸的 因為那個番茄的酸還沒有濃縮在湯裡面 所以你越燉越久的時候 它會變成比較 比較順口 然後越來越好喝 這個西洋芹也很好吃耶 嗯 整個都要燉到很軟爛 就會很香 對 那這道料理本來就會燉比較久 那是因為 牛肉條燉越久它越爛 越好吃 因為羅宋湯最經典的是湯 湯不可以沒有味道 嗯 但你的湯濃 而且香 而且不會酸 有味道 然後肉啊 重點是料 整個很實在 很多 嗯哼 直接變成湯麵或湯飯 或者是直接當湯喝都 完全OK 不會過鹹啦對不對 嗯 非常剛好 非常剛好 我覺得非常棒 湯麵 我覺得你又可以 這次我做的真的是成功的 我可以之後可以再喝嗎 反正你會了嘛 你把實在準備好 我就馬上做給你喝 好啦 那我今天的羅宋湯 成功